在基隆市中山区通话里长徐立林带领下 大家拿着火把进入位在中华路上 有着百年历史的先动隧道 感受先动隧道曾经有过的风华 由于北部地区新冠肺炎疫情逐渐趋缓 基隆市中山区通话里长徐立林利用假日 举办百年先动隧道践行摸彩活动 特别邀请里内长辈走出户外和家人们一起享受健康 也了解中山区的历史古迹 疫情有烧缓了 就赶快来办一场 让大家全家大小可以出来走走 又达到很好的效果 所以会选定在我们的假日 让老少都可以出来 然后走到我们这个先动百年的隧道 因为大家 我发觉刚刚很多人也都不知道这个隧道的故事 然后也有很多住户 最近才会搬进这边 就走进我们的隧道绝对让他们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结果没有错 我们走进去以后 我又用一个火把式的进场 进入隧道以后 大家一阵欢乐声说 驾驶人家里面这么干净 然后整个隧道拱上去的是一个红砖块去拱的 跟之前我们现在外面看到的砖块完全不一样 真的是算 所以说才会列为是我们的骨鸡 所以整个活动的下流的效果真的是非常好 徐立林里长进一步表示 1917年新建的先动隧道全藏155公尺 虽然有着百年历史 不过许多当地民众也没有听过或者来过 这个隧道当初是为了提供铁路货运列车 装载散装物以及军需品往返在基隆火车站和基隆港西岸12到16号码头之间 2004年停用并且拆除铁轨属于市令历史建筑 北侧出口为通话里 南侧出口为建民里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